这是我们的新款LT130自动灌装机 我们这款灌装机 就是说我接下来给大家操作一下 看一下我们设定灌装量很方便 你看啊 我们电源开了以后 我这里有个灌装设定 就是我们调灌装量的 我按一下你看啊 我再灌装 然后好满了停了 好现在我们这台电脑里面 已经就说记起来 它这个灌装量了 然后你看我手动灌装 满了就停了 你看我在手动灌装 手动 我们以前的灌装机 都要就是说设定上面的时间 下面的时间 我们这款就说不用 然后我给你再测试一下 自动灌装 自动灌装 你看按一下自动 它机器已经在灌装了 这是自动灌装 然后自动停了以后 我再给你测试一下 我们的脚踩灌装 这是一个脚踏开关 装上去以后 你看按一下灌装一次 再按一下灌装一次 然后我再给你讲解一下 这上面的数字 第一排灌装时间 我们可以手动设定灌装时间 这里是设置 左 右一位 就是以数字的位 跳动的位数 然后再增加或者减小 这里是等待时间 调整 这里是技术 技术清零 这里是灌装量调节 也是在面板上调的 我们有0到99的调节 我们平时以前的灌装机 只能就是说到9就不能调节了 我们这个速度可以调到99 我现在调节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灌装量 灌装速度 你看调到50的时候 是这么小 好 这么小 调到0更小 我们有双位数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新款灌装机 它的优势 然后再给大家测一下灌装量 灌装速度 我们这个 这个是一个果立成的 就是说杯子 果立成的瓶子 果立成的瓶子 它的它的净含量是1.25升 灌烤量 1.25升 我们测试它多长时间 能把这个东西灌满 然后你看 我先 先按灌装设定 等一下 开始 我们来测试 我这个描表现在在走 现在还继续在灌 现在还继续在灌 停止 好 我们现在24秒 灌了1.25升 我们现在我给大家算一下 24秒 1.255升 除以24 乘以60 我们一分钟 它的 冻的流量是 3100毫升 一分钟流量 3升左右 这是我们的新型灌烤机 它的主要优点就是说流量快 还有灌装量设定方便 我再给大家测试一下 它这个是它的优点 你看我们要设定它的灌装量 按一下这个灌装设定 完了以后停止 再重新来 按一下灌装设定 完了以后停止 接下来它每次所灌装的量 就是说我们刚才自动记忆的数字 它每瓶误差的话 也是很小 好厉害 好